今天在下载黑神话悟空中的无意中发现了 在这个下载地区里面 这些都是中国甚至连香港都加了中国 但是你再往下玩就发现 台湾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国的3A大作 黑神话悟空出世了 全世界包含中国的销量 高达450万金额达15亿人民币 当然我也看过很多这个网红玩的游戏画面 虽然对比欧美日一些经典大作来说 有进步空间 但我觉得对于中共国自己来说 这款游戏算是突破中国国产的一个上限 算是一个礼成碑啦 那我也看不下去 为什么有些舔共媒体 拿这个事情来做文章 拿一些反串 以为是台派这种假账号 做求说你看台派破房了吧 剩下台积电可以吹啦 我们先不论台积电平均一天可以赚85亿来说 而且是稳定的赚 台湾其次还有很多可以吹人 结果喷的人 自己可能也有买台积电的股票 这就搞笑了是吧 那我们台湾还有什么是第一的呢 除了中共国以外 最多舔共者 跟最多小粉红的国家第一 没有之一 还有这个账号 所有过往的言论跟留言 明显就是极端台派反串的 是吧 没有听过一个台派 现实中生活中接触过有这样子 即便我做反共频道 我做了五年 我也不曾讲过这些话 然后中天就拿这个来报导说 你看他是台派 台派破房 不要自己色贱化吧 好不好 而且明明悟空上市的第一天 喷最凶的是中国反贼 无论是境外还是墙内的 你们去看这些留言跟嘲讽 文法用字潜词 还有名词就可以知道了 我敢保证 我敢保证 里面90% 曾经或是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红色护照的 那个国籍 可能最有10%是反串账号 为什么我敢这么打包票呢 拜托我做中共议题 我接触过多少中国人了 不管是线上的还是实体的 我见过的可能都比那些小草 还多的来的多的说 你跟一个普通台湾人聊 中共内政的专有名词 甚至你跟小草聊 聊不来 你跟一个普通的台湾人 聊中国的内政 或是聊一些中国 在外交上的专有术语 跟中国经常露面的那些高官 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 很少人答得出来 可能大家比较耳熟能详 就是习近平啊 李克强啊 王红宁啊 没了 其他的你们可能就比较不常听见 但是我们从这些发言里面可以看出来 除非你是像我这样每天做功课 有深度去探讨国际议题 中共议题的 不然你就是一个中国人 你才会了解这些专有名词 或是你生活在那个地方很久 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些留言 本人声明 我支持中国共产党 支持习主席 省有大破防 1450和职人都来看这个片子啦 你们这些痴妹亡俩职人 休想搞分立反动 吃老孙一棒 推翻中国共产党 建立民主宪政体制 人人有选票 真的是恶心啊 这些反贼职人 这下实锤有人想搞黑神话了吧 毛泽东已经复活啦 支持台湾独立 罢名独裁国贼习近平 北戴儿会议已经一个星期还没结束了 说明习近平被架空了 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湖南老辣肉复活了 李强蔡奇和王沪宁全部偷向毛主席 听说习近平现在已经被送去秦城监狱了 除非有做过中国相关议题 有做稍微有点研究了 不然就是你是中国人 不然谁知道秦城监狱是关中国高官的 哪个台湾人知道 你去街上问 你去直播街坊 哪个知道 如来佛祖对孙悟空向天庭宣战做出的言论回应 我才不怕大闹天空 一听大闹天空我就高兴了 花果酸算什么呢 无非猴子猴孙抢了个兵器 南天门才叫做打 双方有几万人 有法宝有神兽 听说还有炼丹炉 我们看一下这个言论你觉得是台湾人吗 除非你是台湾人有研究做中共议题 南天门是什么对应什么 天安门 双方都有几万人互有法宝 这在讲什么八九六四 中国人因为言论不自由 所以必须讲出这些话去反访 即便在外网上 我在欧美接触过实体太多了 评论区的反责都给我注意点 别看今天闹得欢 背后拉清单 头上三尺有神明 静疲拧着装两百斤的曼子狠狠的充你 这明显就反串嘛 我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我爱花果山是因为老子是八猴子弟 那是讲八旗君嘛 我们吃者特供还有水连洞的豪宅 这在讲什么 北京香山那个中共高官的豪宅区 特供食品嘛 然后人民吃什么 煤矿油嘛 所以呀 我没有理由不爱花果山 但是你们这些小粉 为什么爱花果山 因为你们天生就做人矿嘛 喜欢被我们虐待 你们不学无术 所以只能用这种虚无的种族主义 自豪来麻痹自己 你和那一群老鼠洞里的家人 存在的意义 就是等着为我们 赵侯们提供精彩的燃料 赵家人嘛 至于你们在被利用到榨干 最后一滴价值就赶紧 止傻 这个的意思哈 我们花果山不养贤人 你觉得台湾人创作的出来 这种语法文语 跟里面的一些观念吗 很傻啦 中国的国产之光 凭什么要上架漂亮国的游戏商城 中国的劳动人民凝聚了 中国花八千年历史 耗尽心血和智慧生产的国产之光 为什么要在美国的商城上架呢 对吧 而且我们中国人还必须 翻墙 挂IP 挂VPN 然后去注册自立或是阿根廷的IP位置 因为那边有大量的游戏免费 大量的优惠 是吧 这个美国平台上有很多的反革命跟反华的游戏 中国万岁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组人民书8月14号 对吧 习近平因为因病无效在北京挂了 我想问一下 田共媒体怎么不报导一下说 你看哦 不仅仅有所谓的台派崩溃哦 连持不同意见的中国网友都破防咯 见不得祖国大好 你怎么不敢讲 跑去报导一个反串账号 而且你知道这个游戏制作人之一 杨琪他被大量的小粉红集体到派出所去举报 因为小粉红翻出他曾经在2013年7月18日 于天安门向毛主席啊 诉了宗旨 你怎么不说小粉红破防呢 一个反贼制作出的西游记反体制的这个故事 让共产党帮忙宣传站台 小粉红还花钱去玩 我跟你说杨琪绝对没事 因为他现在是被捧在手上 正在为国争光 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心要帮共产党站台 但因为他有利用价值 而现阶段只要他没有骂到中共中央跟习近平 他不会没事的 还记得去年有一个中国小学生啊 拿着自己买的毛主席小雕像 痛骂破坏发在抖音上 结果全家被公安传唤 对吧 记忆犹新吧 而杨琪在习近平上台多年之后 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变得非常极端 说什么要公开处决所有乳化者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乳化的定义在粉红跟中共来说 是包含了反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把自己定义为华的代表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舔共的媒体 在台湾那些舔共的人 一定要把反共跟反中画上等号 然后呢 去做一些极端的行为 去反穿一些台派的账号 把这个反共的人全部变成反中国所有的一切 那这样下来呢 反共就没有道理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啊 在习近平刚上台之前啊 杨琪是一个反毛思想自由的人 其实会做西游记这类故事的人 或是做这个水浒传的人 本来就是有一些反贼的思想在里面 而且在习近平权力越来越稳定之后 杨琪怎么变成小粉红呢 他是真心的还是装的呢 不装在这个环境下 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游戏 取得很好的发展 取得资金 那这个留给大家去猜啦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体制内的例子 前中国统一促进协会的总会长汪洋啊 也就是前几天大闹巴黎长龙 法国统一促进会的前总会长叫做汪洋 现任的会长叫做王沪林 而这个汪洋啊 他也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 他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 他有公开说 我希望中国可以司法独立 中国应该与欧美交好 中国的财产官员应该要透明化 我对习近平的上台非常有信心 结果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统促党的会长 从胡温时代 比较理性温文的发言 变成了战然外交 所以你知道人的立场可以在 拿墙杆子的那个人之下 变得不同 所以我们要怎么看这个人的真实立场 就是相对温和的时候 相对控管没有这么言论的时候 他能说出什么样的话 才能代表哪一个比较贴近他 内心真实的立场 所以在习近平三联任之后 团派灭团之后 汪洋被冷冻 高位者尚且如此那洋奇呢 现在网路上流传出一堆 中国各地的公司公文啊 表示员工要去买悟空啊 然后可以给员工买悟空对吧 这个套路大家不熟悉吗 去年前年大前年 华为新品上市的时候 比亚迪新款上市的时候 很多中国公司也是为了冲这些 所谓中国骄傲的销量 补贴或是强制员工去换华为 如果员工敢用苹果手机 我就罚钱或是开除 限你几天内 卖掉换掉 公司免费补贴你一台华为 这些公文我都分享过很多次了 还有流浪地球一跟流浪地球二 甚至长津湖战狼一二 也都是如此 很多的公司学校 公家单位也是发出公告 包厂让员工还有学生 去现场看 然后吃个面粉 冷冻马铃薯 还有一些体制内的公司单位 一天包个六场 不管有没有人去 但是你那个厂次票房 他就是算出来 而我们从数据上 确实可以看到 这些电影在中国取得非常大的成功 但是全球市场 扣掉中国来说 仅占10%上下 我看到有些中国博主 说什么那 因为好莱坞害怕流浪地球二的成功 会危害到好莱坞的地位 还有的说什么呢 因为美国要去除流浪地球的中文字幕 但是我方坚持不准下架中文字幕 所以流浪地球制作团队 为了捍卫简体中文 也害怕好莱坞会在流浪地球二的影片中压 这是好莱坞制作的啊 DC制作的啊 是哪个公司制作的啊 所以果断拒绝 你有没有搞笑 人家好莱坞不需要这样搞 人家一年产出 类似流浪地球二的影片 不知道有没有十几二三十部啊 美国电影本来就没有字幕 啊他要你去除中文字幕有什么错吗 而且人家每年靠漫威宇宙 DC迪士尼 我还不算其他的外赚 他就赚多少了 你连故事创作的脚本 基数都追不上人家 人家一年产出多少故事 你几年产出一条 你说人家怕你 当然台湾这方面做的更破 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你吹到天上去 并没有说我们打垮好莱坞 打垮寒团 对吧我们没有这样吹 但你们会这样吹啊 所以你们被喷很正常 而且现在还有人整理出来 在外网上评价悟空 简体中文占全评论 简体中文占全评论高达95.34% 英文只有3.9% 日语繁体中文 还有其他的什么西班牙语 占比2%多 那你说是这个风靡全世界 然后全世界的非中文语系的人啊 都是为了支持中国游戏 所以去留简体中文吗 你觉得有多可能吗 甚至还有一个黑人网红啊 把悟空说成日本古代神话 并且悟空这款游戏在上市之前 这家公司有寄信到很多欧美游戏实况主 那边让他们去宣传 其中要求他们不准提到 政治敏感的相关议题 当然有些网红支持 对吧 因为毕竟这是人家的游戏 我想要借这个业配 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 但有些网红他不想要借这个业配 他也不炫你的钱 他就是想要玩这个游戏直播给大家看 然后在你里面挑战 你所谓的不能提到的政治敏感 所以有些欧美的网红是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习近平如此如此 怎样怎样 中共又怎么样怎么样 天安门 不少欧美网红 也有在做这个 所谓反共的宣传 中天是不是又要说 是民进党的演员啊 是台派啦 而且西游记本来就是一个反体制 跟陆体制的一个博弈观点 是吧 这次悟空的游戏故事 是悟空想推出体制 想告老还乡啦 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让 甚至想杀人灭口 你说这算中共的文化统战吗 我觉得差太多了 这反而是反向宣传 中国的体制 中共的体制 想退出多难 你们知道在文革那个年代 中国有一个动画片叫做大闹天宫 这个动画片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多假象 结果在毛时代的中国自己给封杀了 因为那个玉帝里面有一颗痣 是在侮辱中国文化 是在嘲讽毛主席 李克强他也是退位了 他想要告老还乡 他也是低调的过生活 结果呢游泳的过程中这样了 你知道在体制内 理科奖挂掉是非常年轻的喔 而且他有可能这么临时的挂掉吗 你知道中国的高干病房 跟中共高官的医疗体制 跟台湾人甚至一般普通中国人 是相差甚远的喔 他们身边随时有医疗团队待命喔 然后他可以这样挂掉 你说跟这个悟空的故事像不像呢 最近不是还有一个江西基层女官 李佩霞举报自己丧失 潜规则自己啊 结果曝光之后 现在反被指控是这个女官啊 贪污腐败 是他勾引我 结果反而是他入罪 这就是体制 我相信小粉猫们 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 为什么一个没有学历 或是相关工作背景的年轻女孩 可以在25岁30岁的时候 在体制内当官 没有任何的财经背景 却可以当财政相关的官员 却可以当银行某一个高官的官员 不是说我启示女性啊 所以认为女性都是靠出卖 才换来高位 不是啊 我是说中国官场的状况 常态是这样子 前几年彭帅不也是这样吗 爆料被前中共副总理给潜规则 结果引发国际媒体关注之后 又跳出来说 啊没有啦 我自己造谣啦 我那天喝多了嘛 还有人说台湾没有3A 跟发达的影视娱乐业 那就是非常落后 爱尔兰有3A游戏吗 爱尔兰落后吗 爱尔兰有像好莱坞那样的影视产业吗 北欧五国 荷兰奥地利这些国家 他们有像韩团那样的娱乐影视产业吗 蜂蜜全球吗 为什么总是有些人要把台湾的体量 跟中国日韩跟美国那样的体量 跟人口基数 还有语言基数去做对比呢 本来有些产业就必须要有 人口基数才能回本 本来有些产业呢 它就是有语言的枷锁在 那当然韩国是非常成功 它打破这个语言的枷锁 那台湾跟中国是所谓的大中华语言区对吧 那为什么台湾还吃不下中国市场 你试想一下 今天如果英国 美国 澳洲 加拿大 纽西兰 这些普遍啊 说英文为主的国家 互相之间都想要统一并吞对方 我想请问啊 澳洲 加拿大 纽西兰 甚至英国 他们会不会有这些余力 会不会有这些金钱去搞3A 对吧 所以请你记住这个前提 再来啊 台湾大氛围来说 从观光到培育这个影视娱乐产业链 本来就是比较不重视的 不单单只有历届政府的问题啊 民间投资跟消费者也是 我要在短时间内看到很高的成效 我要在短时间内赶快高收入的 高套利的 高回本 你看韩国发展这个娱乐产业 花了多少年 二三十年 搞起来 台湾人等不了二三十年 而且前面又有一个 育龙大乱 那这个又让台湾人不敢扩大去投资 让台湾人没有太多的信任感 还有就是民间观念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你去发展这些干嘛 你把钱给我们当福利不是更好吗 还有听过什么 我三十年前在七星台卖香肠啊 我弄这个摊位很简陋啊 我就赚得了钱啊 也不用搞什么很花俏的美学啊 也不用搞什么行销 也不用跟社区串联 在这边打造一个集体的故事 还有这个当地政府当局协调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七星台的品牌做出来 是可以拓到世界的 而不是说花莲只有一个泰鲁阁 在地震之后 泰鲁阁没了 花莲全部停摆 因为他觉得他三十年前那样可以赚钱 为什么三十年后的我赚不了钱 三十年后赚不了钱 百分之百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看过很多台湾人就是这样 既要又要啊 我要有日本的礼貌跟素质 韩国的影视输出 我要有美国的强大 跟中国表面的繁华大楼 还要有欧盟的社会福利 台湾便宜的医疗跟台湾便宜的消费税 还有新加坡的金融发达行业 那这个个人所得税跟公司税 最好就是像开曼群岛 或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些低税收 你觉得这些可能既要又要吗 不可能你要这些国家的优点 你又不想要同步承担这些国家 相对带来的负面或是双面认的缺点 当我们今天跟你说 你想要这个对不对 你想要有高福利 那你税收要提高 你想要保家卫国 那你就要在国防军事付出比较大的成本 这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议题两面嘛 你们到底要怎么分配 台湾的人口就2350万 那你却把我们人口当作是 1亿2亿5亿这样的国家 去做分配吗 怎么可能 你想要在某方面得到成就 你就要在另外一个方面付出跟牺牲 跟你讲你又不要对吧 然后你又把所有问题甩给是民选的政府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爸 小剑的拜